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谢谢 欢迎大家来到英俊秀 我是邱英俊 本栏目由中式家具家庄领袖 连天红特约播出 本栏目由优自来 水鲜水润精脆原液特约播出 你看那天 我跟我们这个导演叫杨子 大伙都特熟悉 一块在我们这个台门口 一小饭馆吃饭 那天还特别寸 就俩座 这旁边还有人 拼桌吧 没办法 我们就坐那儿了 旁边是一对情侣 跟我们挨着 俩人吃饭 你说就好好吃吧 不许互相喂饭 宝贝 吃一口吧 不嘛 伦家正在减肥呢 这太肉麻了 对不对 要别人可能也就忍了 但是我们俩有办法 我跟杨子一配合 没有五分钟 不光这俩 周围好几桌都不吃了 因为我跟杨子开始互相喂饭了 宝贝 再吃一口 要说这个男女喂饭 在这个饭馆其实是很少见的 但是到了这个大学食堂呢 往往就比较多见了 杨子在大学的时候 每次女朋友吃饭 都得她哄着 喂着才行了 那时候我还问她了 我说你这有点太宠了 我不喂她就不吃 杨子说了 废话 食堂这菜这么难吃 我不喂她能吃得下去吗 前一阵子作为这个中国第九大菜系 食堂菜 又推出了很多新品种 包括西瓜炒肉 玉米炒葡萄 辣椒炒月饼 有人分析了 什么原因呢 因为很多这个大学食堂啊 它都是承包的 所以这个厨房呢 都会这个尽量的啊 充分利用这食材 但是咱也得建议这食堂 是吧 别胡乱搭配 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 那阵特奇葩的菜倒是没有 但是那阵卫生条件不太好 经常能在这个菜里吃出个小墙啊 什么虫子啊这个 但是不同年级反应不一样 大一的新生要吃出虫子来 得找食堂闹一通 没完 这里有虫子呢 行不行 这是大一的 大二的心态就平和了一些 吃出虫子也会恶心半天 但是不至于大吵大闹 到了大三呢 吃出虫子 一般扔一边接着吃 到大四就厉害了 菜里吃出虫子来 能高兴半天 嘿 我这两个块钱 点的素炒土豆丝 我愣见着肉了 在这学校里啊 不光这个菜难吃 还有一点 往往是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女生太少 我们那十一生小超就是 他们学校是个理工科院校 女生少得可怜 小超一看这个报名单 还不错 别说这个女生少 至少还有七个女生 心里琢磨 小超东北人吗 哎呀妈呀 七个女生 七个女生也还行 这书好啊 七贤女啊 对不对 到班里一看 傻眼了 哎呀妈呀 啥七贤女啊 整个一个江南奇怪啊 不过这个大学啊 其实不是这个享受的地方 所以这个生活环境 不论好坏 都得随遇而安 不是社会也是一样 必须得随得方 救得圆 到哪儿遇上什么事 尽量圆滑的处理 但是这里说的圆滑 不是说教大家这个 特别世故 实际上就是说话的时候 能够怎么圆权 让大家比较好接受 学这个 你看我们这个 有说话不圆权的 就我们那个 80后老艺术家赵大爷 这家子说话 嘴都不饶人 特别是赵大爷 他那儿子 这么点小孩 嘴不饶人 别看岁数小 说话的风格 特别的鲜明 那天我上 赵大爷家串门去 他说坐我旁边 小孩嘛 这可以理解 可能受凉了 放了个屁 但这个味儿 我实在接受不了 呛了我一口 我差点没晕过去 我就问了一句 逗小孩嘛 宝贝 天天家里给你吃什么呀 你能放出 这么臭的一个屁 再看这孩子 眨不眨不眼睛 干嘛呀 你还要配放是什么 过去还有一句话 叫好马长在腿上 好汉长在嘴上 也说明一个人的口才 说话的能力 对一个人的成长 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咱们中国 拥有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化 那说话技巧就更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说话的艺术 你想在咱们中国啊 很多语言都是很婉转的 因为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就是含蓄 比如上厕所 咱们叫接手 方便方便 对吧 就拿方便这个词来说 它就很多的意思 但有时候外人不理解 你看那天 有人给牛牛介绍 一个外国男朋友 牛牛给人发微信吧 最近你挺忙的吧 要不方便的时候 咱一块吃个饭 一会儿人给回过来了 方便的时候吃饭 我从来没有在厕所里 吃过东西啊 要说这说话婉转 其实还得说是女性朋友 一般这个女性说话 尤其这个未婚的女孩 那都是话里有话 比如有的这个女孩 她说可以 实际上是不可以 对吧 她要说不可以 反而是可以 你看这小伙子乐的 一看就有生活 真的 一般这个女孩子 如果说一句 你爱我吗 记住了啊 你爱我吗 不是真问你爱不爱她 你做好心理准备 那是准备要买大件的 啊 上次我老婆就问我 老公 你爱我吗 我一听 要买东西 我甭说了 要买东西是吧 没有你 卡 拿走 随便刷 没密码 别给我省钱 拿走 在我老婆 哎呀 老公 你真好 低头一看 当时就急了 你个变态 缺德鬼 啊 你拿一公交卡 那我刷什么呀 这女孩子说话 大多是喜欢暗示的 所以你要是能读懂了 那其实挺难的 啊 要弄清到底是好事坏事 有时也容易出麻烦 啊 那会儿赵大还没结婚了 他办公室来一美女 特别漂亮 这一办公室男生都傻了 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 啊 你说这么漂亮的女孩吧 你这赵大还长得不好看 啊 没头发 啊 80后 长得跟80多的似的 但是那天这女孩 偏偏给赵大还发短信了 写的什么呢 我喝醉了 在某某酒店 你快来 帮我醒醒酒吧 嘿 赵大一琢磨 哎呦 让我帮她醒醒酒啊 我说我这个母女 不可能没有人看得上 这美女偷快送抱 做醒酒 能逛醒酒吗 对吗 嘿 赵大换身干净衣服 到酒店一推门 进去了 美女一看她 哇 吐了 酒吐了以后 感觉身体轻松多了 谢谢你赵老师 天不早了 赶紧回去吧 那个妈 不是 你不是让我绑你 醒醒酒吗 是啊 我刚才喝多了 一直想吐 吐不出来 这个难受 这不看见你 我吐出来 我就好多了 您回去吧 还有啊 咱们生活当中 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俗话说得好 兔子不吃 窝边草 可一转过来 那俗话又说了 进水楼台先得月 所以好多事倒霉 都倒在俗话上 这俗话有的时候 是自相矛盾 就看你信哪头了 比如俗话说啊 好马不吃回头草 对吧 俗话又说了 浪子回头金不换 所以俗话 你也别太信 但是有一句俗话 说得太对了 叫见人搓受 见物增价 这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我们这羊子 买新车 我要去看看去 见这个物了 你得往贵了说 给它增价 它高兴 过来你问 哎呀杨子 这车多少钱下来的 这车12万 哎呦 这车才12万 喝 我看怎么着 也得二三十万 这是全尺寸SUV啊 哪买的 回头我也换这车 你看人家听了 心里特别高兴 反过来就不行 反过来问 往下给压价 哎杨子 这三崩子多少钱买的 三崩子小子 全尺寸SUV 我这车12万 12万 嘿你这有俩闲钱 没地儿花去了 12万买这个 这还SUV 就这车 你这模样 伸得开脖子吗你 真是12万 给8000 这就算诈骗 明白吗 这非打起来不可 是吧 还要说这 见人搓受 这也是 看见上岁数了 得忘了这岁数 小了说 啊 你看那天 杨子早上起来上班 开车一没留神 把一跳广场舞的 老太太给碰倒了 在这儿你要说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见得管用 啊 可是杨子 有办法 啊 不慌不忙 从车里把脑袋伸出来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你看那天 杨子早上起来上班 开车一没留神 把一跳广场舞的 老太太给碰倒了 在这儿你要说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见得管用 啊 可是杨子 有办法 啊 不慌不忙 从车里把脑袋伸出来 大姐 您没事吧 再看这老太太 嘿 小伙子 嘴真甜 走吧 姐没事 见人搓瘦 高兴 对吧 你反过来不行啊 你看老太太了 嘿 老奶奶 多岁数了 嘿 还小呢 七十 七十还小 你店活多的 真是够瞧的了 知道吗 怎么样 眼神还好吗 来看看这几个 看看看看 牙也不行了吧 吃饭吃不了了 你这岁数够瞧的 没事 别出来 啊 现在交通事故是多的 啊 那天压死四个 都老太太 感觉不好受啊 哪不舒服 赶紧打电话 叫一出租车 看你这个情况 拿车拉到火葬场 自己就能躺炉子里 这人能爱听吗 所以这说话呀 其实是讲究很多分寸的 但是你像刚刚学的这种说话啊 这已经不是说不会说话的问题了 这简直就是没礼貌 啊 咱们国家那是礼仪之帮 说话办事都得注意 尤其是对待老人 对吧 尊老爱幼 那是一定的 咱都懂得这道理啊 上次我们那赵大爷 给人主持这寿宴 啊 那话说的 就挺有点阅味的 啊 怎么说呢 让我们大家举起酒杯 祝今天的老寿星 长命百岁 这是好话吧 可人家老寿星不乐意了 老寿今年九十九 他说这口才好坏啊 我觉得跟这嘴没关系 那跟记忆力也没太大关系 但是跟这脑子思维 关系太大了 很多人这口才那天生的 为什么呢 就是反应快 我记我小学的时候 上个语文课 淘气 在底玩一刚摘的葫芦 玩正高兴了 老师突然喊我 成绩 回答一下这问题 站起来我傻了 没听啊 多尴尬 但当时我聪明 灵机一动 拿起了葫芦解除尴尬了 冲着老师 我叫你的名字 你敢答应吗 说话不单是为了交流信息 更多是为了交流思想 如果这话说的得体 其实也是一种社交的理 这些道理啊 上学的时候 老师们就跟我们讲过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老师跟我们说 同学们 语言啊 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在修养 比如说啊 你看见一个女生 她这个臀部上 有一根草 这时候你要直接说 你那个屁股上有一根草 很不礼貌 你跟她说 你的肩膀上有一根草 你看她这样一看肩膀 顺着她就能看见了 自然的也就达到目的了 这样既不尴尬 又能提醒人家 大家都学会了吗 这阵我们的余丹老师站起来 老师 我也得提醒一下您 您那个领带上的拉链可开了啊 这都是说话的技巧 有人说了 太简单 您别学着简单 很多人他就不会 还说我们这余丹老师 特不会说话 搞对象那会儿见着丈母娘 人家问在哪工作呀 他说了 我在大学教书 待遇特别好 说到这儿不就完了吗 接着往下说 嘿 丈母娘 待遇真好 医保卡比别的 那医保都多 抱的也多 哎 您二老有病吗 有病今天您抓紧得啊 特别是得个癌症什么的 要不然那钱刷不完 如果实在治不好呢 火葬场我也有熟人 您二老要是一块烧的 坐一趟车还省钱 你这人家能爱听吗 就因为这个 他那对象没少教育他 那次 又跟对象上女方家去 提前啊 对象跟说了 我告诉你 今儿上我们家啊 一句话你也别说啊 听见没有 你不会说话 上午头你看 把我爸妈气的 一句话别说了啊 啊 听见没有 你看 现在你就不说话了 听见没有 听你 支一声啊 支 行行 你记住就得了啊 去了 当年还真别说 吃着一碗饭 于丹老师一句话没有 啊 老丈人丈母娘挺满意 临走的时候 于丹实在憋不住 拉着丈母娘就说了 那个 我跟你说啊 那个今儿我可一句话没说 要是明儿 您二老真死了 可不赖我 这个说话呀 其实最简单 也是最难的事啊 哎 你说这有谁 他不会说话呢 在这呢 我也得问问大伙啊 你们都会说话吗 不会 有时候不会的哈 你这句就是会说话啊 这样吧 咱这个调查啊 先从我那个搭档杜沁怡开始啊 我们有请杜沁怡 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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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杜啊 这个来 今天啊 这个请你来 这个首先我得问你一问题 问 这问题呢 非常的简单啊 你会说话吗你 废话 我怎么不会说话呀 我就是靠说话正强的 跟绿秀 我天天不都说话吗 我跟我妈在家我也说话 跟我老姨在家我也说话 我那姨父生病了你知道吗 愣是活成生涯都给说好了 我跟你说 我这说话功力特别强 尤其那个要好链 别别别别 那个小杜啊 我说的是会说话 这不说着呢吗 不是爱说话 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我们今天不是说谁能嘚巴 是谁说话得体 谁会说话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相声演员最会说话了 相声演员会说话 你每天都在说呀 真正生活当中会不会说话 咱还得检验一下 这样我们今天请上两位 我们著名的相声演员 咱们看看他们是不是会说话 我们掌声有请 徐德亮 王文霖有请 欢迎二位 欢迎 欢迎 有点意思 今天请二位来首先得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都会说话吗 我们搞语言艺术的能不会说话吗 就是 您是不是 你看我们搞语言艺术的能不会说话吗 我们搞语言 这没容领 说话 生活当中的意见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情商的问题 情商高的人才会说话 是这意思吧 对 太费了 你情商高吗 我非常高 真的 那得翁 比如说啊 你作为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人 有没有过 刚才你这句很不会说话 什么叫得翁啊 那应该叫你 帅哥哥 不是那个徐兄啊 我这人不会说先话 你这句叫不会说话 徐德亮哥哥 我想问一下 情商高的人是都个不高吗 那可什么话呢 刚刚说得说话 徐兄有没有生活当中感觉 这句话我说得不得体了 伤人了 后来反思起来 我这话说得不对 有非常多 咱们相声演员 爱找包袱 我们叫包袱不能落地下 包袱怎么来的呢 好多都是通过什么 贬损人啊 拿别人开玩笑啊 通过这个来的 比如就当面说人个儿矮 这就不行 对呀 即使人家个儿矮 也不能这么说嘛 也说您长得多么的精道 相声就有这么一句行话 相顾游街 对 其实就是说相声爱开玩笑 但是限于我们这个范围之内 对 跟外人往往不能 有时候开一句玩笑 人家挺不高兴 回来自个儿想 哎呀 要是同行没问题 外人不应该这样 不是你们男人也经常不懂我们女人开玩笑 是过来给我们平动 然后有的时候 不是我们真的就没拿你当女人 你到这样啊 比如说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聊天 女人可能会说讨厌去死吧你 你男朋友真的会这样吗 死好几个 死好几个 王先生有没有过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候说话得罪人 哪句话说出来不太得体呢 那还也真有 那个时候年轻 有的时候可能语言也不是很婉转 很会说 举个例子 有一个亲戚上家来吃饭 完了做得挺丰盛 我就跟人说 我说您得多吃 这东西都是为您做的 您要是不都给吃了 我们就喂狗了 看来生活当中 即使是相声演员 他也有说话不得体的时候 没错 他也得注意 是 但是现在啊 这个有这么一个好的自我调整的方法 那是 你看现在都有这微信了 对吧 过去咱说叫说这句话 泼出水 你自己说完什么样 可能也不太琢磨了 对 但有这微信啊 好多朋友就有这习惯 我发完一条的 发完一条我自己再听听我说这话 语气是不是合适啊 这语言是不是得体啊 对 二位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有 徐兄有没有发了一条 之前没有这个 语音的时候 要光发文字 有时候就是看不出语气来 比方说跟女孩斗 女孩发了一个滚 你就会忐忑半天 是真让我滚呢 还是说他滚 是这样 现在有了这个语音 我插一句 你一般接受到的 后来经过你分析是 滚多还是滚多呀 就没有滚 我就特别好奇啊 像三位都是相声演员 那相声演员是不是 一定要要求自己在私下里说话也非常有趣 不然说在台上没办法让大家开心啊 会吗 在生活当中也应该是有 是一种风趣幽默 但是就是什么 避免就是 因为幽默本身它有一个度 你要不够就是木 过了就是平 所以你把握这个度上觉得 这个人很风趣很幽默 很有内涵 基本上这样 对我们的业务练好了也有帮助 那您发过我 那您这亭亭玉立 这这个美四天仙 您这个这个还真是让人心动 就我这岁数不合适了 那是 看出来了 王先生要搁现在年轻 那街道绝对都是滚 德亮平时怎么跟大伙开玩笑 其实不怎么开玩笑 挺严肃 也不是严肃 就是有这个职业病 一说话就笨人废管子去 一说话就是老想找个包袱 自个儿高兴 然后别人不高兴 所以平时其实就尽量少逗 有没有因为这个惹过娄子 有啊 太多了 就经常比如说一女孩 人家那个买一新眼影 那特别漂亮 紫巴拉鸡的那个 然后你看怎么样 我还欠你幽魂 我都不知道在家 你们的媳妇们 都是怎么跟你们生活的 在家一般不斗 在家特别严肃 对 因为在台上斗太多了 对 把自个儿媳妇能够骗到手 已经是用了 用尽了我们的情商 德亮当年怎么把媳妇骗到手的 用了什么样的语言艺术 真诚 您长得就挺真诚的 不用语言艺术 就是非常的真诚 那这个是 这个太真诚了 人家能接受吗 我媳妇就这么高 我一米六六 我媳妇一米七二 那你们俩准备有整身的婚纱照吧 有啊 婚纱照都照到这了 没没有有 那你爹踩个大箱子 踩 我那个结婚的时候 那个照片就是我爹踩的踩 踩的很高 然后我跟他一块 在门口迎宾那个照片 这就是好玩嘛 那人家来了还说 哟怎么换新郎了 没有 这说话有的时候 还能有这个年代感 60啊 70啊 80 90 每个年代人说话都不一样 这个您二位 有没有这种说话的这种年代的特点 比如说我一说话 哎呦 就暴露年龄了 这有 有有 那肯定有 像我们这40后啊 您不是1928年呢 我们这边真是有点不敢表达 跟女孩子接住什么的 都是比较缅甸 而且语言到时候 怎么还缅甸去了都 对啊 就泰国旁边 嗯 嗯 腼腆 腼腆 对 我没敢舔人家 人家也不让人舔 人家说缅甸 在那个时候的青年 不像现在 在这么样 勇于直接表达这种爱意 一般您是怎么表达的 我就也就是个 没事摸摸人手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明白了吗 明白了几回答呀 反正头发没了 知道了 德亮谈恋爱的时候 怎么哄女孩开心的 有没有什么甜言蜜语 花言巧语 甜言蜜语 花言巧语都比不上 拿去刷 拿去花 随便刷 女人最爱两朵花 随便花和任意花 那甭问啊 你给女朋友是一刷子 随便刷 那时候有没有 比如说女朋友生气了 怎么哄哄她 让她就别生气了 有啊 真有啊 所以这还是一个情商的问题 我生气了 哎 哎 那个 真别生气了 别碰我 一般女孩说别碰我的时候 都让你去碰她 滚 哈哈哈 当年你女朋友生气的时候 你真是怎么去哄她开心的 就是能去用语言把它哄回来的时候 都是实际上没太生气的 就是你说两句话 破热了 那没太生气 真生气的时候就得用心 嗯 就得用心去 嗯 买了一个这个这个 最好的电脑 嗯 两万多块钱 她本来说说好了五千 嗯 结果当年一看 这电脑打游戏好了两万 把生活费都花了 就真生气 嗯 真生气怎么办呢 去就得用用真心 那我确实我错了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为我 我也不是为咱俩啊 为咱俩 为咱俩 打游戏咱俩也可以玩啊 嗯 而且以后咱有孩子这电脑还可以不换 不用那么早升级啊 嗯 那个以后我多挣点钱还不行吗 嗯 你真别生气了 以后我都听你的行不行 你这么要真贵了啊 你贵吧 那我真贵啊 你必须贵方案面不出声 贵阳光器不换台 贵一百个小蚂蚁 一位跑不了 还一个贵不死 你们都不如我媳妇 我媳妇说你贵CPU不能流血 嗯 那这个 德亮跟王先生身边 有没有特会说话的人 感觉 哎呦跟他一聊天 听着既是艺术享受 而且你还特别的爱听 说不烦你 王先生就是特会说话的人 真的 无论如何都能顺着你说 哦 对 我还真是说 你说什么都能顺着说 对 基本上没问题 王先生 最近我听您那相声 不可乐呀 王先生 反正我们这也就是说 一般的对话吧 哎 我们想办法再能够说 加点效果 也能着什么 我再提高提高 哦 不是王先生 您说您这么大岁数 那德亮这这么年轻 天天台上拿您开玩笑 我们可看不下去 哎呦 没事我还愿意他个拿我开玩笑 因为他一拿我开玩笑 大家一乐 大家运行就深了 所以呢 无形当中他这等于给我扰鸣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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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您这么乐也不行 怎么了 您说人家那个上年的人 都在家一养天天 好好在家歇着了 啊 您出来出来说这 那儿女看了能高兴吗 他们看了还特别高兴 因为什么 我经常出去 为大家带来欢乐 实际大家乐了 我也乐了 我乐了以后 对我身体有好处 我身体一好了 没滋没病 这样的我不受罪 孩子们不受累 这样不是都挺好的 多会说话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经常夸房间 老奸俱华 哈哈哈哈 这不是夸的 那刚刚咱说的都是正面的 是 会说话的 嗯 生活当中有没有 你们周围不会说话的 说话上你特受不了 也有 啊 也有 比如说呢 哎你们刚才那段说的 不太对 您刚才那段 没跟徐德亮对词吧 好几个地儿 您都没加上话呀 您往词了是吗 岁数大点了哈 没关系啊 没关系没关系 下回下回还有机会 但是这回反而不太成 是不是 我要观众我退票就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二位有没有因为这个说错了话 得罪人了 太有了 有这个女孩 嗯 嗯 这女孩有 有的时候是开玩笑 又无意中得罪了 嗯 关键问题就是一个年龄的问题 怎么 女孩的年龄不许问 那是肯定的呀 但是有时候又想问 哎 你今年 有 有二一吗 你说谁呢 你骂谁呢 我今天才十六 真遇见过这种情况啊 真的遇见过 打那起就绝不说话了 嗯 就人家真的认为是 你把我看太老了 是 就包括我们天津人有一习惯 见女儿都叫姐姐 嗯 但是姐姐有时候 那个卖东西的 上岁是五六十岁 她看一小公子她叫姐姐 其实这也属于不会说话的 嗯 人家你管人家叫姐姐 人家得得得岁数 对不对 王先生有没有因为说话 得罪过朋友 倒没得罪 反正人家就是挑演 就刚才你说那个 你知道 因为什么 我也是跟人客气 嗯 我说大姐老家那 您瞧您这岁是管我叫大姐 那我不成老太太了 真是这样 没错 这就属于不会说话 嗯 得亮跟王先生感觉 各地人说话 是不是也有各地人不同的这种方式 哎呦 太有了 嗯 您比方说这个 骑行车 挂摔那了 嗯 广东人是骂车 嗯 听一下买鞋 嗯 就是烂单车 没有买汽车 上海人不是 嗯 上海人骂自己 嗯 骑行车 骑行车 啪摔在那了 嗯 什么 骑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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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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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我的 我拿筷子刚要吃一半 你别吃吃你的 吃这儿的嘛 你说呀 吃这儿的 那吃吧 人家就要对工作认真负责 二位有没有 有生活当初接到过一些个 比如咱们常见诈骗的电话 有两回 都是假冒黑社会 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喂 是什么什么公司吗 东北考验 我说是 你是徐亮吗 因为我本名叫徐亮 就是我一听就知道是诈骗 本名跟那一名缺了个德 对对 什么叫缺了个德 这个一听就是诈骗 为什么一般一般人都知道 我叫徐德亮 叫徐亮的如果不是家人 就一定是诈骗 比方说我信息泄露出去了 哎 大家好 你知道我 不是都骗你我吗 骗你人不骗人 骗你人不骗人 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说您是谁 我叫老李 他们都叫我快刀老李 我说您什么意思 你在东城区这片混 不知道我快刀老李的名字 我说您什么意思吧 你得罪人了你知道吗 是 我说那现在道上我一条腿多少钱啊 他想了半天 得二十多万 我说你该干嘛干嘛去 还有一次 也是一个冒充黑人会的 你好 我们是一东北的黑色会呀 我说你先把东北话学一下 说到会说话啊 这生活当中有的行业的人他就会说话 那有的行业的人呢可能就不太需要语言上有什么艺术啊 这个二位感觉哪个行业是最会说话的 卖房 卖房的会说话 卖车 推销保险 卖房的一看得亮就不买 你有钱吗 有钱吗 你看你穿什么衣服啊 这衣服多便宜啊 两毛 那既然今天啊 这个大家都聊了半天语言的艺术啊 这个也都自认为是挺会说话的 那么这样 我们在下一环节 我们就来比试比试 看看咱几个人 谁最会说话啊 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啊 比如说咱三位在马路上溜着了 忽然看见一个美女 这是个妖女这是啊 看见美女妻妻了 这个作为男人的本性嘛 想跟人搭讪搭讪 咱看看谁能从她那要到她那手机号 开始吧 美女已经抱不及待了 我先来 你先来 因为公家车有点晃 一个移动回来 那我是为了 对 好挤啊 真挤 是啊 不是我故意的 他们挤我 没事没事 人多 没事 你老坐这辆车是吧 对啊 就是每天早上九点晚上六点 我都能碰到你 我就在这块上班 我也在这块上班 我也在这块上班 是吗 真的真的 还挺巧的啊 你叫什么呀 你叫什么呀 我我我我我秀徐 哦你秀徐啊 对对对 徐志摩那徐呗 对对对对 你知道徐志摩吗 我知道啊 你念过他是诗吗 是啊 你能给我念两首呗 徐志摩是吧 轻轻的我走了 更让我轻轻的来 你真好 你还懂文学呢 是是是 你知道这个李清照吗 知道啊 李清照你给我来点 我跟你说 特喜欢李清照的词 那个七七惨惨七夕 七七 哎呦我也喜欢这个 哎呀我想想啊 我还喜欢那个谁来着 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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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孤焚 无处画漆 呦这个这个不行 这个太太恐怖 那这样 你把你手机号给我 完了我把那个 我喜欢的苏氏的词 发过去怎么样 我们家有电脑 哎 你唱那个 那个徐德亮的诗吗 徐德亮 我知道啊 什么诗 徐德亮做诗做特别好啊 床前明月光 哎呦 那个地上写两双 一对狗男女其中就有你 哎你也听像是吧 我现在我跟你说 我特别想跟你发出一个声音 就是对你的一种呐喊 是吗 这个声音一定要把俩脚站稳了 从丹田到小腹 嗯 从小腹到嗓子 嗯 从嗓子到嘴 然后面部猙獰 从嗓子眼里喊出这个字 滚 疼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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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你别瞧我四周大 没问题 爷爷 您坐这儿爷爷 不不不 来您坐爷爷 哎大妹子 嗯 咱这可真是缘分啊 哎呀缘分 怎么了爷爷 您迷路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 没关系您家住哪 您把电话告诉我 我给您孩子打电话 我还是一个影探 我就专门找明星呢 我觉得你这行嘛 嗯 将来你还真是有发展 是不是 哎没错没错 大家都这么说 哎可以太好了 我认为好几个导演 嗯 你知道吗 都是大导 有时候有那个合适的片子 我推荐推荐你 好不好你看 啊 好好好 然后那什么你把那个 把那电话 那那咱们留一下 这个联系方式 好不好你看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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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爷爷您聊开心了吗 您要什么呢 不是 您这玩的 您这老流氓了 真是 不行了吧 真是 哎 你们二位都不行 但是我们要不出来 谁也要不出来 没有这个魅力 我到那就要出来 你也不行 不可能 不相信 那这么着 我能要出来 你们怎么着 请你吃饭 没有那我绝对要出来 我不信 我要不出来我请你呢 那很可 那怎么要不出来呢 你盯着请客吧 你这要不出来 盯着先看着看着 没错 你谁啊 这是这俩吗 刚找我聊电话 你聊什么 心精评 就是 我跟你这么说 他们俩跟我打赌了 哎 我能要出你电话来 他们俩请我吃饭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么着 你帮不忙 你把你那手机号告我 我给你充五十块钱花费 1382502500500 好 还要出来了 确实看出来 这个得亮啊 是这个技巧全面 在搭讪这方面 但是也没要下来 王先生是宝刀未老 是是是 今天呢 三位著名的相声 比较有一种鸭们 都能凑到一起 我觉得 要是三人不说一段 有点可惜是不是 不如这三位哥们来一段相声 咱仨仨来一个 群口是吧 这还真没合作 群口馅还少 对咱走不走 咱演讲 走 好 精彩精彩 稍后继续 精彩精彩 马上开始 就是来真的 来真的 来真的好 我们聊吻戏这一块 有点意思 哈哈 他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他们家WiFi的信号 特别强 还从来都不说密码 他基本上你 你不能这样 弄得经常扮倒 你自己扮倒没有用 帅人了 你来先抱拳 他就提葛尼的嘴儿玩现了 你 他基本上你 您看这个说话 还真是没意思 是不是 有的时候 你真是遇见点事吧 你要是一说话和气了 还就能够把矛盾化解了 所以我的体会就是 这个说话是越和气越好 因为什么 理多人不惯 您等会儿 您等会儿 越和气越好 对啊 就顺着您说 越这样才能解决矛盾 大家就和谐了 这就有矛盾了吧 没有 你这和气嘛 和气太好了 我跟您说王先生说 什么事他不能过苦啊 对 不不 越满则亏 过分的和气您也受不了 也不是 你跟人客气人肯定也对你和气 是吗 越客气越好 那这样 咱们表演表演 我们哥儿俩跟您聊会儿天 就顺着您说 对 过分的客气 和气 你们越客气我越高兴 真高兴 那当然 行 那咱试试 可以 绝对是和气是好 没错 王先生 您今年高瘦啊 什么高瘦 我还小 我才六十七 哎呦 您可哪像六十七 六十 多小 你看我爱听 太小年轻 真是 你看这多好 我问问您 您都六十七了 对 那您每天还演出吗 我现在啊 我现在是退休了 不演了 我退下来了 好 啊 太好了 是不是 您这岁数 还挣什么命啊 这就是 还跟咱们年轻的抢什么呀 没错 踏踏实实 满家一退休 退休金一拿 对 舒舒服服 这叫一仰天年 太好了 好 不是我要演去了 嗯 怎么又演去了 因为领导说 这个 我这身体还行 然后呢 发挥点余光余热 好 又让我演去了 好 我演也好 又演才对了 怎么着 您想 您从事了一辈子相声艺术 对 观众舍不得您 没错 但您上台多演演 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传帮代啊 是是是 您出了演太好了 我出了演好 可是也出了问题了 因为我这算数到底还是大点了 我一上台啊 观众就往下轰我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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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说明观众有自己的选择权啊 我们观众自我意识觉醒了 是是 太好了 不过轰我还是小事啊 观众一劲退票啊 反正票都给退了 收入他们受影响 好啊 好啊 退票也好 这个骂街退票这是 你想 这除了中国男族 就是您了 哦 对不对 对 我再问问您 您现在住的是平房啊 还是楼房啊 生活改善都住楼房了 进楼了 那您是住那个通透的呀 还是那个金银同学角的呀 通透的 还好啊 通透的是不是好 太好了 你说说 为什么叫通透啊 啊 开开窗户风能对流啊 对啊 空气好 没错啊 早晨起来 您起床 就站在阳台上就能活动了 对啊 打开窗户 是 那个东南沿海的季风 带来西伯利亚泥土的倾向 吹在脸上 高高兴兴啊 坐坐坐操操 脖子牛牛 屁股牛牛 是 楼下小驱灵老太太们 穿上大棉袄 看傻了都 没错 您高高兴兴的 活动完了 对 穿上裤子 然后你 我这窄箱呢是怎么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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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透啊 太好了 不是 他们好像说我那叫什么 叫什么金银角 是金银铁角 不是通透 我不知道 好 基银角 住脚好 住脚好 比那通透的好 是不是 您想现在您开窗 我进来那都是什么呀 那有什么新鲜空气 对 那除了沙子就是土啊 没错 还有那个PM2.5 对 我竟是闻着有那P 对啊 您要住脚上 开窗 一点风都没有 脚上好 多好啊 对不对 那屋里头那桌子上 那烙的都是土 也没风给它吹走 是 那多好啊 您擦着多方便 您寄点事也方便啊 是不是 这改沙盘了是怎么着 您好 住脚好 住脚好 好好好 我再问你了 您是住低层啊还是高层啊 一层啊 您 啊 住一层 一楼啊 太好了 一楼还好啊 接地气啊 是 对健康有好处啊 这我没想到 在这儿您的一楼有小院没有 有啊 还白送一小院 多少钱呢 是 小院里边种点爬架的 什么黄瓜啊 什么葡萄啊 哪能种啊 我听说我们街上 一楼老头种葫芦 顺着那窗口往上爬 爬到六楼接一大葫芦 哦 老头不好意思上去要去 嗯 让自己儿子 小伙子去上去 把葫芦要回来 是 小伙子上去一瞧六楼 感情是一寡妇老太太啊 大姨大闺女 哦 一来一往这么一聊 怎么样 成了两对 嘿 然我也有点种葫芦 说得真好 嗯 主要是谁好 王老师好 好 那这个亲姨 你跟王先生再 好好地多学习学习 好 好吧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王文林先生 徐德亮做客 我们的英俊秀 请我们的亲姨送客 谢谢 来二位请啊 谢谢二位 说话可以是阳春白雪 也可以是下里巴人 作为主持人呢 我驾驭严的能力 我觉得相当好 啊 上次我老婆 您不知道 她有一毛病 爱吃蒜 那天自己在家里啊 连葱带蒜 吃了一顿 还饶两块臭豆腐 一进屋 这屋里都辣眼睛 我直流眼泪 赞我媳妇 怎么着啊 又嫌我吃蒜了是吧 嫌我有味是不是 哥别人 说出一句话里多尴尬啊 你再看我多会说话 精彩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那天自己在家里啊 连葱带蒜 吃了一顿 还饶两块臭豆腐 一进屋 这屋里都辣眼睛 我直流眼泪 赞我媳妇 怎么着啊 又嫌我吃蒜了是吧 嫌我有味是不是 哥别人 说出一句话里多尴尬啊 你再看我多会说话 不不不 亲爱的 没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你美的令人窒息 说话啊 谁都会啊 可是真正能够把话说好 说的到位 不是件简单的事 不会说话 会让这个生活平添很多麻烦 而说话恰当得体呢 生活就会更加的开心愉快 但是我们说话的技巧啊 虽然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应付很多的状况 但是用心经营生活 最需要的往往不是耍嘴皮子 而是真诚的对待你周围的人 或周围的事 本欄目由中式家具家庄领袖 连天红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U自来 水煎水润精脆原液特约播出 欢迎关注节目的官方微博 威视英俊秀 关注我的实名微博DJ琼 就有机会赢取天津欢乐谷套票大奖 手机看英俊秀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IPTV 手机扣端万事达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英俊秀 我们下期再会 天津卫视传递生活正能量